他最近六中全會開完之後 象徵什麼呢 包括中國大陸是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三大階段 而且亮點我們看到 比如說這是第三份的歷史決議 文件的名稱也可以看出來 前兩次這個歷史的決議 是歷史的問題 這一次是歷史的經驗 而且突出的是重大成就 可以預期的內容大多是肯定的 那前兩份屬於是階段性的 第三份則是被說是全局性的 那重點就是總結過去共產黨百年的執政經驗 基礎還有成就 而且揭示了共產黨 第二個百年的目標 對我覺得 在這一次的這個六中全會 第三份的歷史文件 其實它很重要 我覺得有兩個方向要思考 第一個方向就是說 他們要釐清楚 這一百年來 中國共產黨是怎麼成功的 我覺得他們 一定要把成功的真正的因素找出來 所以在這一次的歷史的總結 就是找出他們的成功的因素 那當然就是改革開放 可是改革開放 是一個概念 但它真正的成功因素 到底在哪裡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的論點中 第一個 他們認為這個 公有制的經濟 很重要 私有制的就是民辦的經濟 也很重要 這兩條路線 都不能夠放掉 而且要繼續走下去 然後 很明顯的看到 這個 公有制經濟 在發展的過程中 它就 代表了 這個 經濟計劃的重要性 經濟計劃 那就是由 政府的力量 再去 布局 遠的 經濟計劃 的這樣的一股力量 但是它又必須要站在 市場的 這個 機制裡面 來讓它產生活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過程中 你會看到 歷史文件中 它主要的 就是在論證這個部分 也就是 一定要找出 中國大陸 這一百年來 它到底是怎麼成功的 例如說在 第一階段裡面 把中國的這個原來的大地主 土地的問題 獲得了解決 坦白說 有很多人認為 當初的土地政策過猛 可是問題就在於 土地政策困擾了 中國幾千年 中國幾千年來 不斷地改朝換代 然後一直造成 這種中國貧富的 這種懸殊 就是有錢的 這些統治階級 然後在改朝換代中 又產生另外一個變化中 其實土地問題一直 是困擾了中國 幾千年 其實到今天為止 台灣的土地問題 也困擾了我們 還沒辦法完全解決 那大陸在 第一個部分裡面 他們在 第一階段中 把土地的問題解決了 這個是一個 在全世界來講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做到這一點 而且以一個有 五千年歷史的 的國家來說的話 中國大陸 你想想看 能夠把土地問題 解決這不簡單 因為土地都變成國有的 地上權是你的 但是土地是政府的 所以 政府一旦依照 公共利益的需要 要進行建設的時候 由於土地權是政府的 所以他補貼的 然後是地上權 所得損失嘛 但是使用權 是在政府手中 這個部分裡面 坦白講 也解決了 大地主的問題 在中國就等於是 從此以後不會有 大地主的問題 你即使你的 企業資本家 就像鴻海好了 你的土地再大 但是那個土地不是你的 你就地面廠房 一旦 按依照 人民的 或是國家發展的需求 他要重新建設的時候 他補貼給你的 是地上物 那是你的損失 我還給你 但是土地的使用權 還是在政府手中 這個 我們坦白說 到今天哪一個國家 解決這問題 美國也沒法解決 中國解決這問題 第二個 第二個性別平等的問題 性別平等 尤其是婦女權的解放 坦白說這個也是 在過去來講 從來沒有辦法解決的 社會階級的解放 也都解決了 那在第二份裡面 但是 第一階段裡面困在 這個 經濟計劃 就是集體制 經濟上的問題 那這是第一次 所發生的問題 也就是 跑得太快了 那第二次的 歷史文件 鄧小平 就解決了 這個公有制 跟私有制的問題 改革跟開放 之間的問題 都解決了 那現在 就是要確定了 那也就是說 他們在這次的 歷史文件裡面 找到了過去 成功的因素 所以他們要確定 就是 這個成功的因素 也就是這個 這個寶貝 不能隨便丟掉 然後要再思考 未來怎麼成功 也就是說 我未來的成功 要建立在 不能夠把原來的 寶貝丟掉的基礎上 我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可能有看到台灣的問題 台灣在蔣經國時代的時候 坦白說 我們為什麼一直很懷念 蔣經國時代 就是我們都清楚知道 蔣經國時代給台灣帶來的 是高速度的經濟發展 高度的文明 高度的科技 然後 整個社會的 很有秩序 而且是 有限度的 其實已經是相當有限度的 一個 自由開放 那也就是 不自由的這個地方 是已經被壓縮到 相當的一個局限度 可是這個 被壓縮到相當極限度的 這些 不自由其實換來的是 更廣大的自由 因為我們的人 彼此之間更和諧 整個社會秩序更好 人民生活更快樂 而且財富平均更好 那個時候 我們的 財富平均是全世界排名 最前面的 最有錢的四分之一的人 跟最窮的四分之一的人 他的比例之間只差4點多 所以台灣那個時候是 既富 然後又平均 這樣的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共同富裕 那段的時代裡面 其實這個就是 當初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 再加上 極限一部分的自由 然後所換來的 這麼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 但是這個是我們台灣 成功的寶貝 結果 被李登輝 國民黨時代 國民黨的內鬥 李登輝的 把他全部都丟掉了 所以這個成功的因素 被丟掉以後 台灣 經濟發展到今天 停滯性了 30年來我們的 薪水幾乎沒有調整了 我們物價漲 房價漲 薪水沒漲 年輕人沒有未來 沒有希望 他感覺到 他不知道他未來該怎麼辦 他怎麼會 怎麼越活 越窮 越活薪水越少 那就是因為 我們把我們原本成功的東西 丟掉了 我覺得大陸就告訴 再告誡這一點 不能夠把成功的東西丟掉 我又想起國父 國父他有一次講到 彩券的故事 你記不記得我們從小就讀過 當然現在的 台灣的年輕朋友一定沒有讀過 國父的彩券的故事就是有個農人 他很辛苦的工作 所以他的扁蛋對他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辛苦工作以後用扁蛋去挑 所以他謀生的工具 結果有一天 他去買彩券中獎了 他很開心 他把那個彩券就丟到 塞在他的 因為每天都要戴著嘛 在扁蛋裡面 戴在扁蛋裡面呢 有一天他就想 我已經付了 我賺那麼多錢了 我還要這個扁蛋幹什麼 就他成功的那個扁蛋 他就把它丟掉了 結果彩券也在裡面被丟掉 這個道理 其實 難道不就是講台灣嗎 大陸 他的這一次的六中全會 第一個就是解決這問題 然後再探索 新的成功的因素 那第二個我覺得更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第二個我覺得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他確定了 我們一般來講表面上看到的就是說 習近平的歷史地位 其實我的看法不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 他確定了中國大陸 20年的政治穩定度 為什麼呢 不要小看習近平的歷史地位 一旦被確定以後 其實是 確保中國大陸政治的 穩定度的20年 當初 鄧小平也就是1981年的文件 確定了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所以 1981之後 中國大陸內部裡面發生過幾次的 的波動 例如說83年的波動 89年的波動等等 然後 在這樣的一個波動中 鄧小平 他其實已經 當時 已經 從第一線退到第二線 再從軍委會主席 都退出來了 可是由於他的歷史地位 所以他能夠穩定住整個 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 一直到1992年的時候的南巡 那個南巡 確定了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 繼續往前走 不走鳥籠經濟 繼續走改革開放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 政治的穩定度跟 政治穩定度是來自於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的確定 所以他的歷史地位的威望 他不用在線上了 他在 線外 退到第二線 可是由於他的歷史地位的穩定度 使他能夠 穩住 中國大陸的政局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 這一次的歷史文件 其實是保證 確保 中國大陸未來20年 他的政治的穩定度 換言之也就是 接班人一直上來的時候 他的整個穩定方向 是會繼續走下去的 他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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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保證